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们现在为什么觉得他们有罪了呢 因为他们听到判决对不对 完蛋了没有前路又要回到旷野去了 而且还要倒闭死在旷野这可不行 我们不要这个结果我们还是赶快去认罪吧 那你就是赦免我们 所以他们认罪的结果是因为他们想要一个另外的结果而已 他们并不是真的在认罪 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 这事不能顺利了 所以他们说本来我们不要去打仗 现在要我们去死啊 我们要死在旷野那我们去打仗 他们觉得神的话好像儿戏 摩西说这个事情不会顺利 所以你们不要上去 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 你们会被仇敌杀败 杨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 你们必倒在刀下 因为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 所以他必不会与你们同在 可是这些百姓听不听 不听 他们怎么样都不听 他们就擅自上到山顶 然而耶和华的约贵和摩西没有出营 于是杨玛利人和住在山上的迦南人 就下来把他们击打 然后把他们杀退直到和尔玛 这件事的发生 改变了这一整代人的命运 而且也改变了后来 以色列的历史有所影响 大家知道他们回到营里面 在阿弗这个月的八号 在以色列的月份里面 有一个月份叫阿弗 在这个月份的八号呢 他们回来 回来就是大发怨言等等 神给判决的那一日叫做 阿弗的九号 阿弗这个月的九号 不仅是这一代人 在这一天的里面 他们受到了很严重的审判 影响了这一代人的命运 而且我们看到 在犹太人的历史上的这一天 在阿弗这个月的九号 都发生非常悲惨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第一次上帝的圣殿被污秽 就是西律王 大家记得西律王不是建了一个圣殿吗 后来这个圣殿被污秽 他们拿那个猪进入到 大家知道猪是不洁净的动物 对不对 在犹太人来讲 他们拿猪进去 然后在那边祭拜宙斯 然后这一天呢 他们污秽了那个圣殿 就是在阿弗这个月份的九号 在以色列人 他们要反对罗马的统治的时候呢 他们有一个革命 这个革命当中呢 有很多犹太人遭到大屠杀 也是在这一天 罗马人攻陷耶路撒冷 攻陷圣殿山 也是在这一天 现在就已经主后了 1290年的时候 他们原来住在英国 后来被英国驱逐出境 也是在这一天 在1492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西班牙的黄金时代 大家知道西班牙是海权国家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船只 他们有很多的航行 在1492年的 阿弗的九号 他们的皇后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发了一个命令 就是要驱逐所有的犹太人 离开西班牙 而且他们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带 就很奇怪 所以很悲惨 他们就被驱逐到 大家知道西班牙在哪里吗 是在欧洲的角角上 对不对 所以他们被赶出去 他们就坐船 他们什么都没有带 就被赶出去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 德国向俄国宣战的时候也是这一天 所以这一天对于犹太人来讲 他们是非常悲惨的一天 在他们的历史上 这一天出了很多很多悲惨的事情 那他的源头是哪里呢 就是这一些的探子 他们抱恶心 他们的祖先里面 大大的违反上帝的话语 这边讲藐视神 我想说怎么会有人对于神 有这么这么大的藐视 当我看到这些探子的时候 我心里在想 神让他们做决定 可是我发现他们没有自由意志 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在做决定 可是事实上 他们是没有自由意志的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们看到他们十次试探神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他们对于一件事情的反应 好像一个机器 如果他们遭遇到不顺心的事 他们就抱怨神 不顺心抱怨神 不高兴抱怨神 挫折抱怨神 什么事情都抱怨神 他们从来没有自由意志 做另外一个选择 好像这个东西已经像一个城市 在他们的里面是固定了 箴言书22章15节说 鱼蒙迷住孩童的心 用管教的杖 可以远远赶除 我今天就突然想到这句经文 所以我就很仔细去查 什么叫做鱼蒙迷住孩童的心 这个鱼蒙迷住孩童的心 它的原文就是呢 这个foolishness 这个愚昧 鱼蒙迷住 迷住就是他捆绑 捆绑这个小孩子的心 他的心被鱼妹捆绑住 那他怎么样把这个鱼妹呢 从这个小孩子的心里 把他驱逐 让他不再鱼妹 让他有智慧 让他可以成熟呢 他说用管教的杖 管教 管教就是父亲管教女儿 儿子 管教 教导他 这个杖代表权 管教的权柄 甚至于就是 念书讲要用杖打你的孩子 你就是帮助他 你若是不打他的话 你就是恨恶他 你就是憎恶他 为什么 因为有愚蒙迷住 孩童的心 我相信这个孩童 不只是讲年龄的孩童 也是讲到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灵 如果我们是一个 不成熟 总是不成熟的一个孩童 因为他总是不成熟 为什么 因为有愚蒙迷住他的心 所以你看这些人 他们遇到这么多事情 看过这么多神迹奇事 可是他们里面的 这个城市 丝毫没有改变 他们所能做的事情 就是抱怨抱怨 抱怨抱怨 不断地抱怨 其实他们并没有自由意志 他们的自由意志 已经被捆绑了 很多时候 人们会问我 这个神让人信耶稣 是自己的选择 可是如果我们一直 祷告某人要信耶稣 要信耶稣的话 会不会违反他的自由意志呢 我说绝对不会违反 他的自由意志 但是你这样为他祷告 让他的眼睛明亮 让他脱离 比如说邪术的捆绑 或是等等之类的 你在做什么呢 你在释放他的自由意志 人们不会选择 相信神很多时候 是因为他的自由意志被捆绑 很多时候 我们的自由意志被捆绑 可是我们自己却没有发现 我们的自由意志被捆绑 你可以观察你自己 观察你自己的情绪 观察你自己的反应 还有你的想法 我是不是每次这一件事情 遭遇困难 我遭遇挫折的时候 我的反应永远是一样的 我有没有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做一个不同样的选择 有一个不同样的反应 这些人从头到尾 都一样 所以上帝给予他们很多的机会 去培养他们 让他们读很多上帝的话语 放在他们的心中 可是他们有读呢 没有接受 有读没有接受 没有用 没有得到转化 要怎么样才会得到转化 这个就是上帝的方法 你一定要进入到迦南地 你不可以只有在放眼里面 然后我什么都供应你 然后你只读我的话 哇 你很属灵啊 你充满上帝的话语 你知道上帝的话语 然后上帝都在你的后面 来支持你啊 吃天上的食物 可是你没有机会 真正去使用它 到日常的生活当中 只是你被超自然的保护 那个不能算是 真的认识了上帝 或者你已经得到上帝的话语 得到上帝的道 没有 什么时候知道我得到了 我可以把这个话 内化在我的里面 使用在我的生命当中 显现出来 不是说我有很多的属灵知识 我知道上帝的话 然后我就是去论断别人 说你这做不对 你这不应该这样讲 这个不算 这是你的知识 可是你的知识跟你的生活 有没有 你是不是真知道上帝的话语 你真的学到了吗 你学到道了吗 基督真的在我的里面吗 真正要看的就是什么 英文有一句话说 When Robert missed the road 这个轮胎啊 你造好了 以后你做一个轮胎 你不知道它会不会走吗 对不对 这轮胎好不好 你就是要开到路上去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 这个轮胎是不是耐跑啊 所以上帝要带他们 进入到迦南地 然后你们去治理那地 你们在那地 你们就去工作 你们是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学了上帝的道 有上帝的同在 你们可不可以活出 跟别人不一样 你们怎么样把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道 我学了 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 然后我的四周 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人受到我的影响 我到底有没有结果子 这些人 没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他们 没有自由意志 他们的自由意志被捆绑 被什么捆绑 被愚蒙捆绑 上帝是公义的 所以上帝给予他们 足够的机会 可是他们选择 自由意志 选择过去旧有的模式 没有跳出那个模式来 所以至终 没有办法 进入到神 所给予的应许之地 我们也是这样啊 我们常常听到 我们常常祷告 我们追求上帝 这已经是觉得说 好 我就在追求上帝 这是好的 可是更好的是 我有没有改变 这些话对我 到底有什么益处 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 我在做选择的时候 我有没有做一个 不同的选择 那这个选择 其实并不需要 什么很大的事件的时候 才能显现出来 平常在你的生活当中 有非常好的机会 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让我们去展现 神的道在我的里面 到底存在不存在 自由意志 他们不知道如何做选择 这是第一次上帝 让他们选择 他们未来的路 虽然上帝给他们 画了一条 已经很光明的路 而且有隐隐许 而且跟他们讲了 很多很多 可是细节 我要怎么做 神就没有很细节地 规定他 神就说 好 你们要这样做 也可以啊 那你们如果觉得好 就这样做 他们要做的事情 果然是为自己摘下恶果 我们要怎么样培养 我们可以做好的选择 就是要去选择 不要让你自己 失去选择的力量跟机会 如果我们总是被program 如果我们总是在 那个城市的里面 我们没有有意识地 去做一个选择的话 那你就是没有选择 就像他们一样 他们就没有选择 他们就是回去 他们的选择就是 我回去到我原来 我的样子 我想到那个电脑 有没有 如果你的电脑 乱七八糟里面 已经被你灌了很多城市 城市弄了乱七八糟的时候 然后又回复到 起初的状态 回复到它原来的状态 神的话在你里面 有没有一些的转换 让你有一个不同的选择 这个是要学习的 你也许会开始做一些 错误的选择 你不太清楚 可是至少你做了 这样的一个选择 然后从这些选择去学习 这些选择要从小培养 在我们当中很多的父母 让你的儿女们 你要给他们范围 让他们开始学习 做他们自己的选择 如果他们在小事上 你小小的地方 你没有给他们选择 他们将来对于大事 他们也不会选择 也不敢选择 但如果他是很小的小孩子的话 你让他选择的也许只有 你要吃面还是吃饭之类的 可是总是要培养你的孩子 让他们选择 尤其是他们越来越大的时候 要给他们空间 让他们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 给他们选择权 因为那是他们的生命 他们要开始负责 他们自己的生命 我常会鼓励青少年 讲到成人的时候 如果你开始可以自立的时候 我都会鼓励你 不要一直住在家 你要开始试着 有你自己的生活 住在家里都很方便 住在家里什么都帮你弄好 对不对 可是你要开始试着 要管理你的生活 负责你的生活 独立成为一个个人 这时候你会慢慢学习 做很多选择 就是你跟神 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的实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要有意识地做选择 不要没有意识 从现在开始 有意识地 做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选择 还有这一群百姓 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很难悔改 很难悔改 所以要常常悔改 要很容易悔改 你很容易悔改 很常悔改的话 就越来越容易悔改 做一个合乎上帝的选择 合乎上帝心意的选择 当你里面有一种懒惰 不想聚会的时候 这是一个选择 你要聚会 或是不要聚会 当你里面想抱怨的时候 有一个选择 要抱怨还是不要抱怨 实际上这些的事情 现在神经科医师 实际上可以用 仪器测量出来 你在做选择的时候 你如果做 跟过去同样的选择 你走的那个神经的道路 会是一样的 如果你做一个 不同的选择的时候 你会长出新的神经 神经科医师 可以用他们的仪器测量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短片 这是我找到一个心理医师 他在分享他的观察跟研究 有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状态 以及人们怎么样 可以重新获得他们的自由意志 因为是英文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揭露一下 你们可以一边看一边听 就是这边讲到 很多人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开始烦恼 他们就想到自己的问题 自己要面对的一些困难跟问题 那这些的困难跟问题 其实都是他们的一些的记忆 那我们所有的记忆都会跟着时间 人物地点有连结 而且是带着情绪的 就是你也记忆了当时这些 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 你的情绪跟思想是如何的 因为我们的大脑本来就是 会记录过去的一些的内容 所以当人们开始陷入 这些的记忆当中的时候 其实这个人他就已经是活在过去 当我们回想起那些的烦恼 你就会很真实地感受到 当时的不快乐痛苦 就是过去的那些情绪 而一个人的想法 跟一个人他的感觉 他情绪的状态 其实就定义并且决定了 他这个人是谁 所以代表他进入到 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 他也重复制造当时的那个他自己 所以他是用当时的那个 他的状态来面对 现在的日常生活 那么如果他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其实他就是用同样的状态 来创造他个人的未来 因为他其实已经把自己城市化 就是这边城市就讲到 好像电脑城市 他让他自己的自由意志 完全被他自己城市化 所以换句话说他已经失去了 他的自由意志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 并不是别人对你做了什么 或是一个不可见的世界 对你做了什么 而是你自己城市化了你的潜意识 好然后我们现在看到他说 心理医生的研究统计呢 当一个人到35岁的时候 他的95%的潜意识 都充满了固定的想法 习惯信念跟思想 就好像一个电脑一样 好就好你 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刺激他 他都会走他的原来的那个道路 原来的同路 所以他也只剩下5%的自由意志 如果他用5%的自由意志说 我要健康 我要快乐等等 那他的身体 还有他的 我觉得他这边讲的也是包括 我们信仰里面所说 那个未更新的魂的部分 因为他过去不断的加强这个想法 加强这种情绪 好像你在他的潜意识的里面的城市呢 就会把他带回过去 所以根据他们的统计 有70%的人都是实际上 他们是活在过去 而且他们会是会根据过去 他们曾经遭受到最坏的经验 来预想来预测 现在的状况 可能会发生的最坏的结果 那我们知道 其实在这个无限可能的量子世界当中呢 每一件事发生的时候 他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的存在 也根据他不同的可能性的存在 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我们如何观察他 就是我们如何去想这个状况 他的结果就是如何 所以换句话说呢 世界上70%的人 都会带着最坏的 他过去生命当中最坏的经验 去观察 或者是去选择他的未来 其实他就是用一个很恐惧的心 去迎接他自己预测 最糟糕的未来 所以长手下来呢 其实不需要外界会发生 什么样特别的事情 那这个人的身体 或者他的魂 就会被设定而不自觉的 感到非常的恐慌 那有的时候你会问一个人说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恐慌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产生 他就告诉你说 也许我15年20年前 曾经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他当时的那个状况 他现在还是依照当时的那种 情绪状况的活着 所以他记忆也没有改变 所以他每一次 每一次重复这些的情绪 重复这些记忆的时候 就给他自己带来一种熟悉的感觉 好像你的 好像他的那个全身的这种的 化学物质啊 这种神经细胞 我们知道这会 我们的思想产生电流嘛 他都是走同样的道路 会产生一种 对这些情绪 对这些思想产生一种上瘾的行为 就是重复的在他的 的这个魂里面 在他的思想 在他的身体里面来发生 那我们的身体呢 会接受到这些指令啊 他我们的身体不会分别 就是你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 他就知道说 这是一个同样的状态 因为你就是不断对你的身体 下同样的命令 那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细胞 都是有记忆的 所以你不断的去加强他 那身体就会越来越多的 熟悉 并且相信这个都是真的 那么如果当你开始要改变的时候 那你过去走的那一些很 已经走了好多好多遍的这样的 神经细胞传导的这些道路啊 或者是你的化学物质啊 他就会跟你想要 有一些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一个冲击 他很可能就会 好像会把你拉回去过去的状态 然后让你有同样的想法 同样的情绪 让你做同样的选择 那他说如何要脱离这个状态呢 就是你自己的心智 要强过你过去 给你自己放下的这些 潜意识里面的城市 他说你的注意力在哪里 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哪里 你的聚焦在哪里 就是你把你的能量放在什么地方 他说 当你发现有这些状况的时候 你要提醒你自己 我的里面被控制了 实际上他说 现在我们透过一些的机器的测量 我们可以观察到人的神经的变化 然后我们看到他那些神经的变化 跟他的走的通路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现在正在做的是 过去所做 过去所做的同样的选择 还是你做了一个新的选择 所以他说 我们要不断的训练我们的意志 就好像训练一匹马一样 所以我们要训练我们的意志 要有一个新的选择 不要被过去的 这些的状态所控制 好让我们有一个 真正的自由的意志 所以这个心理医生所提出来 他的研究就是 告诉我们说 要观察到自己的意志 是不是真的在自由的状态当中 所以这是非常实在 教大家一个方法 大家有没有听过 要等候神 要等候神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把焦点放在他身上 然后要安静 要安静 安静很重要 我们是不是每次会前祷告 都要坐在安息的宝座上 有没有 很重要 要安静下来 让你的心没有安静 你没有真的安静 你里面没有真的安静的时候 你不会跳出你的城市 你要让你这个人静下来 安静下来 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要来操练一下 五分钟 有五分钟 请弟兄姐妹 你就用一个你舒适的姿态坐着 你用一个你舒适的姿态 你可以在家里 甚至你可以找一个舒适的椅子 然后如果你睡着就睡着 也没有关系 就是你要安静下来 静下来 这边有很大的地方 你要坐地上也没关系 你的心要静下来 也许你虽然有睡觉 也许你每天晚上睡觉 可是你从来没有安静下来过 所以所谓的安静下来 或是等候神呢 就是让你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 然后放松 整个人要放松 你到神的面前 你没有要求什么 你就是仰望神 就是安静 就是安静 非常重要 每一天 每一天做这一件事情 睡觉前 每一天做这一件事情 好 然后我们这边 有一点点的音乐 声音 应该讲声音 来帮助大家 然后我们大家来操练一下 好 预备好了吗 好了 好 把你的眼睛闭上 或是你可以看这个图 也蛮好看的 好 把这个图放到你的里面 然后安静下来 或者是 还有另外一种默想法 或者是你要想到你过去 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 这样也可以 等一下我们默想的时候 我们安静的时候 你就去体会那个感觉 不要 这时候不要再想什么事情 或者是说 我这时候应该看到什么 我应该怎样 都不要 全部放下来 然后把你的心朝向主 就是你有这个意念 或者是你有这个意图 有这个动机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放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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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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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